在蓝白持续卡关 侯仪他抛出说要在检视过去的九份民调 可是当然被民众党给拒绝了 那国民党昨天的中常会也延期啦 包括了立委参选人王洪威跟尤淑慧就直言说 蓝赢支持者其实等到不耐烦了 蓝白盒变成蓝白拖 难道要变成蓝白痘吗 尤其对方幕僚发言也都很不客气 喊话蓝白不要再互相攻击了 否则等同就是在保送赖清德 确实在蓝赢的支持者里面 对这件事情已经感到不耐烦 也感到愤怒 那么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么确实可以看到 在民众党里面确实有一些主战派 那么甚至发言都非常不客气 那么当然我们的支持者也会有情绪 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时间 因为马上星期五就是最后的截止日 那我们当然也不差再等这一两天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大家 尤其蓝白政党应该都莫忘初衷 当时为什么要蓝白盒 蓝白盒是为了要下架民进党 那如果现在大家都变成发言互相攻击的话 那么对赖清德来讲正好郑重下怀 反而是去保送民进党跟保送赖清德 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我希望就算蓝天白云没有同行 我们大家还是用正向勇敢的方式 继续去打2024这场选举 之前双方结亲 原本应该是双方的亲友都要互相支持跟祝福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双方的支持者 其实都互相有怒气 合则两立的画面我们还没有看到 我们只看到互相的伤害跟愤怒 其实没需要这样 不能合买卖不成仁义债 不要给自己预设立场 好像没有合就 这场选举就很难打 不会啦选举是靠人打出来的 好我们看到呢 如果说这个蓝白 当然还是希望可以合啦 但是不合 那么大家呢 还是这个要拉回到我们的立委选战的部分 尤其好大家都知道 立委选战大家都说呢 要决战中台湾 那么现在呢 看到台中市立委选区 总共呢是巴西嘛 那国民党现在呢 包括现任的立委 有这个杨崇英 还有江启臣 那来看到了这个妈妈市长 卢秀燕呢 在高度的这个加持 好高度的这个支持之下 我们来看到 陆战实力非常坚强的 颜欢恒 好来PK民进党的林静怡 有机会可能可以不愁成功哦 而且同时要看到的呢 就是当时卢秀燕在担任 立委的时候的本命区哦 就是台中的第五选区 这个北屯区的部分呢 好目前国民党这边呢 推出的这个年轻议员 黄健好要来PK的 是这个希望可以翻转 然后现任的立委 庄敬成 那么这个 这个是在台中选战的部分 而且我们看到我 卢秀燕呢 这个前几天还率领了 蓝白8加1的战将 前往去登记哦 这个8加1不是8加9 8加1 这个1呢就是指的 就是蔡碧如了他之前也说 这个蔡碧如是他的好朋友 那等于现在总统还没有蓝白河 在台中这边就率先来示范一下 网友就说啊 卢秀燕争霸气 蓝白河呢 濒临在这个破局边缘的时候 卢秀燕一马当先 就为大家为两党示范了一下 该到底该怎么合 那同时呢 蓝白两党在总统合作的竞选上面 在虚号 支持者感觉呢 真的筋疲力尽了 觉得这出戏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玩截篇呢 那可是卢秀燕呢 把大选的焦点又拉回到了 立委选举上了 好 全力在辅选哦 不只对于蓝赢的战将 同时这个民众党的蔡碧如 也是来辅选他 好我们看到前立委蔡正元 她说呢 民进党在台中啊 会掉两到三席哦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卢秀燕呢 不管说这个总统的局势怎么样来变化 好一开始就是在打着蓝白合作 而且卢秀燕在民国 在国民党的系统当中呢 也是很有威望的人 最早拉起了民众党代表性的人物 蔡碧如 而且一直保护他 人力物力都是尽量在供应啊 好那看到游书惠 她说买卖不成 人亦在 所以蓝白如果不能合作的话 也不要吵架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 这个美亚 我们来问一下 现在看到大家 当然小鸡们都很希望蓝白 真的要合作 但是如果真的不合 那就要有心理准备嘛 还是得为自己 为立委的这个选情来拼战 尤其我们看到台中的部分呢 卢秀燕呢 当然不止了 辅选了蓝营这边的战将 包括了好民众党的蔡碧如 那您怎么看呢 他这个率先来示范 好不管总统大家怎么的拖 他就是把立委 把焦点聚焦在立委选战上 我觉得卢秀燕市长 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 因为呢 这个蓝白和现在比较卡关的是在这个总统大选的部分 那至于小鸡的部分 我想柯文哲阵营也释出了相当的善意 他并没有在 在蓝白合作的这个范围内 就是蓝营有推出人选 他就没有推出人选 那国民党同样也释出善意 就是有民众党的国民党 这边也礼遇没有再提人选 那所以这个就是表示说我们在蓝白在立委的选举上面来讲 是可以合作的 那既然蓝白在立委的选举上合作的话 我相信一定是有机会是有 能够拿下这个立委的席次 那这也是现在最重要的 因为国会一定要过半 不然的话你还是无法去监督这个政府 那我这边要讲 譬如说以刚才都讲 他们有支持民众党的 那我们高雄也一样的情形 高雄我们有一位有一个选区 第一选区是礼让给民众党 那国民党并没有推人出来参选 那像这样子的情形的下 其他的选区像我的选区也没有民众党的 所以如果说民众党的甚至 所有的在野的力量 都能够全力来支持我陈梅雅的话 那等于说高雄我们的这个立委 就都有很有机会可以胜选 不然的话高雄已经 十几年没有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了 而这次蓝白和是大家的共识 所以我会建议 今天大人们还在谈的时候 他们针对总统大选 还有一些细节还在吵吵闹闹 但是我想了也许只是 小吵小闹大家也不要太在意 是不是能够还是要打开你们的心胸 那但是在这个大选 总统大选的部分还没有做好 最后完全的共识之前 我觉得小鸡们的合作 蓝白合作 这是绝对要去做的 因为今天如果说 我们蓝白的这些选民们 大家不平心尽气来 然后把票全力的支持 给所有的这些国民党 或是民众党的立法委员的话 那一样习次是不会过半 那你们还是 那现在一般的民众担心的就是说 如果立法院还是民进党过半的话 这真的是台湾灾难的开始 因为许多的民生法案 在现在民进党立院过半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民生法案他不会过 他只会过他想要的法案 他要钳制人民的言论自由 他就可以定一个 任何的他们想要的这些 不利于人民的这些法案 那如果未来真的假设是主战派的 这个赖青的台独金孙 他万一真的让他去当选了总统 然后立法院又是他们过半 那未来台湾的战局 台湾的地位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危险 现在台湾的人民对于战争的恐惧 是也真的是已经开始慢慢感受到了 以前大家都觉得说民进党喊喊而已 而且真的不会有任何的战争发生 可是不是的 现在大家看到国外的一些战争的现况 很多的知识分子 特别是我的选区 古山沿城前津新兴林亚 知识分子居多 他们都跟我讲说 非常的担心 如果擦枪走过台湾陷入的战事的疑虑的话 全民皆兵的状态 下一代的生活究竟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声音 不管是民众党 不管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都会跟我讲说陈美亚要加油 你一定要当选 不要再让民进党 他们进入国会了 所以这是我们地方上普遍听到的心声 所以不论如何 我们还是期待总统能够合作 那如果不行的话呢 也不要口出恶言 至少在小机的部分 立法委员的部分一定要合作 那我相信 我们在野的力量一定可以过半 未来才能够制定出有效的监督政府 也才能够制定出更多 对于人民有利的民生法案 好 所以就是那句话 买卖不成仁义在 那还是希望我们在立委的部分呢 大家也可以来合作啦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